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你要多远 多近 有你自己决定了 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条基础线是这条 我把它上去一点 好 那各位请你看一下就是说 现在我们这条就是红色的基准线 这一条就是红色的基准线 这一条就是这一条 各位呢 这一条 这两条是一样的 这一条跟这一条 你把它看作是一样的 好 然后呢 这边的距离 出去的距离 都要在这边量 好 所以这边出去的位置 是从这条基准线算过去量过去的位置 好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对给 一点一点的对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做 譬如说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从这一点 我们从这一点开始 我现在滑鼠的框 滑鼠挺的这一点开始 我们呢 把它对下来的时候 把这一点对下来的时候 对下来 好 到这里 好 然后点一下以后呢 再来垂直 我要垂直 那各位呢 注意一下 这边啊 这边对下来 如果你这样拉 实在不太会拉垂直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建议你 你先用色线 先画一条基准 什么色线呢 就是说 你用色线点这一点 再点这一点 因为这条线呢 是从这边偏移出去的 这条红线啊 是从这边偏移出去的 所以两个一定平行 两个平行的话呢 我画出去的这条色线呢 这一点接到这一点 来完成这条色线 所以这条色线呢 跟他们也一定是垂直的 OK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把这条 我把它copy过去 等于是呢 随时啊 需要的话 就把它copy过来用 这样子 那这条呢 我先把它搬到旁边去好了 这条 把它搬到旁边去 嘿 需要的话就copy过来用 需要的话就copy过来用 因为这一条的话呢 一定跟这条红色的是垂直的 OK 好 现在copy过来用了 然后我们开始对了 这一点 对下来是这一点 过来 那这个距离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一点正好在我们的基准线上 所以呢 这一点对过来之后呢 再对过来 就在我们的基准线上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对一下 我们来完成这条线哦 完成这条斜线哦 来各位你看 那我们开始对了哦 从这边啊 直直的对下来 直直对下来 哦 就对到这一点了 对不对 好 直直的呢 这个点啊 直直的对下来 对到这个点哦 来我们把 刚刚在他样这条样本啊 再copy过来 哦好 然后呢接下来 躲远呢 从基准线算起 躲进来的深度呢 那就在这里量了 好来来 各位注意看一下 我们给他偏移哦 从这个点 让他量到这个点 好这个距离他就自己会去测量了哈 我们从这边量进来 哦原来是到这里 OK 这个点到点到这边了 这边OK了 所以这条线我们就连起来 好我们用聚合线 比较粗 把它连起来给各位看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这一条线 就是这条线 哦 这样了解了哈 这个点 因为是这个这条线的话呢 是从这个点 连到这个点的嘛 那这个点对过来 哦就在这里 然后这个点呢 对过来 哦就在这里 所以这条斜线呢 就做好了 好 接下来 哦 做到哪边啊 我们就整理到哪边 好了 那这两条线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呢 删掉没关系 哦 哦 这样才不会乱 哦 太乱了哦 你一点都会看起来 好继续 然后呢 我们来对这个点 好 我们来对这个点 那这个点的话呢 从这边对下来 哦到这里 就对这个点嘛 对不对 去把样本 这条垂直的线 copy过来放 好 那各位呢 你看 这个点啊 在基准线上 所以对过来 对过来 也就应该是这个点 在基准线上才对 好没有问题 在那边等一下哈 所以呢我们用基准线呢 再 补过来 好你看 到哪边呢 就把它呢 划到哪边 到哪边 就把它划到哪边 慢慢的 就成型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对这一点 各位你看一下 这边 这一这两点啊 这两点的都是过来 都是过来 是条线对过来的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距离 这段距离哈 好 因为我们现在要画这一段线 我们现在要画这一段线 好 给他欧 从这边 点到这边 好 那我们就从这条线对过来 原来在这里 在这里 来我们用聚合线画给各位看 我们用固用聚合线画是他比较粗啦 OK 好 然后过来各位你看哦 这边 就垂直上来了 这边就垂直了 所以这边也一定会垂直 也一定会垂直 垂直到哪边呢 来我们对一下 从这边对过来 到顶端了对不对 再对过来 对过来的话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把这条啊 copy过来 因为这条跟他是绝对垂直的 好 好 到这里了 各位 对 这边啊 对过来 再对过来 那么我们说过呢 基本上 这边是垂直 这边是垂直 转过来 所以到这边也一定是垂直的 就转上来了 好 所以一步一步就形成了 好 接下来那各位你看哦 这个距离在哪里呢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就要从基准线算起啦 基准线算到这一点 是多远呢 我们用我们的偏移 去让他自己测量 点一下他再点一下他 好 来我们从这条红线当基准线 这条红线就是基准线嘛 偏移过来 这样子 原来到这里 这条线可以删掉了 于是呢 我们继续的画到这边 这样子 好 各位你看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好 啊这边呢 又垂直下来了 这边又垂直下来 所以到这边一定会垂直下来 然后各位呢 这边跟这边啊 这边跟这边呢 是同在一条垂直线上 同在一条垂直线上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看 也一定是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哥 我就知道说 好 我们从这边开始下来 垂直嘛 开始下来到这里 因为从这边对过来的啊 好 接下来会拉过来多长呢 好 会拉过来多长呢 来我们看一下 看这边 这一段的距离有多长呢 好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一段距离 现在已经摸字形下来了 摸字形下来了 就找这一段 那我给它偏移 哦 从基准线算起 一直到这边 让它自己测量 点一下 好 从基准线这边算起 往右边点一下 哦 原来到这里而已 所以我们就用聚合线 再画到这边 好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一个字 这一个造型 在这边就完整的重现出来了 最后呢 连回到起点 连回到这边 好 那我们就把它连回来 好 这样会了 所以呢 实际上的 实际上的造型 原则上 从上面看一下 有点AA 有点被缩短了 其实它真正的造型是这么长 那么为了不要让 它混在一起 我们把它移上去一点 好 这样子 各位你看一下 这就是它实际的长度 实际的造型 基准线在这里 基准线在这里 所以呢 你看它基准 从上面看到这两个短短的 这两个点的距离短短的 其实事实上呢 是蛮长的 这才是真实的 好 OK 以上啊 那这题我们就说到这边 也就是说 让各位了解一下 我们的一个对的方式怎么对的 好 那我们如果各位呢 不太清楚 我可以找其中一两条线 嘿 我就故意这样子啊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它是这样过来的 好 这样过来的 好 以上啊 那我们这一题就画到这边 我把它输出出去 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再自己再插入进来 再看清楚 这第七 15-12的7 15-12的7 好 没有错 好 OK的 那我们就先停在这边 给各位做个参考 好 有问题吗 好 所以这两题啊 其实呢 各位他都大概是这样的 他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 好 让各位清楚 好 那么到这边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